朋友们,翻车了,Switch摇杆飘移嘛 我就想在淘宝上买这种便宜的摇杆 然后三下五穿就能给它换上 没想到换好之后 这个Switch的肩剑没反应了 它坏了 我当时还跟我朋友说 哎呀,换摇杆嘛 我闭着眼睛能得着 这么疯狂打脸嘛 所以说无论如何 我都要把这个肩剑给修好呀 然后我就去网上买了这种肩剑的排线 给它换上 好了一点点 但是没有完全好 一起来看一下它到底经历了什么 好,我是小姨 我会在一个咖啡馆里 吃了团人的这个摇杆 它这个摇杆有点问题 会飘移 然后我上网查了查 发现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如果你踩着全货 就买一个手柄 换上它不就行了 但是 哪有那么多有钱人 然后我就淘宝搜搜 竟然有这种替换装的 大概79块钱 你可以把这个摇杆的部分给换下来 就这样子就可以获得一个不超级的手柄 有一套工具 给个封面书 我们手工那么强的人当然不看 赢掉 轻轻的 小心的用镊子 把这个排线给拔除掉 轻轻的 要不然扯断的话就废了 对,我们现在就是在给手柄做手术 主板放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因为有排线 放回去之后 然后把这个地方扣板扣上 摇晃一下 然后把排线送进去 好,差不多卡到合适的位置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盖板会挡住这个排线 所以说你要先把这个排线送进去 把这个 左肩键 放到合适的位置 把这个中间的内夹层的挡板给扣回去 每一个步骤都要小心翼翼的防止它出错 在你拆卸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这些螺丝的位置 因为它螺丝有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长度还是比较方便记忆的 中间的夹层装好之后 我们把电池放回 差不多了 然后把这个盖板 盖起来 放回我们的switch上面去测试一下 摇杆上下左右 上下 左右 几乎是有问题的 把它的摇杆换成了一个新的 这是它旧的摇杆 这是它一个新的摇杆 这个手感确实非常棒 那另外一个 右手柄差不多 这个地方要用撬棒把它撬开 打开之后 它的左肩键这根摇杆看 这根抬线就这么短 正式的在这拉扯着 不给一点空余的地方 这样你就能看到这个 原装的摇杆 被我拆下来 这就是我们原装的摇杆 我们拿出新的 差不多一模不一样 现在我们的摇杆部分已经固定好 接下来就是把刚才拍下来的东西 一一的装回 各位朋友都那么聪明 我相信大家看完我的视频 直接就学会了 你如果不是像我那种 小学二年级手工毕业的话 那么还是老老实实看 说明书 装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扣上 如果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已经把这个两个坏的摇杆 飘移的摇杆 然后换成了新的摇杆 手感还是很棒的 在测试的时候我就发现 红色的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绿色的没有办法使用尖剑了 我按了半天都没有反应 发现这个问题之后 我就尝试了很多办法 我又把原装的摇杆装了回去 结果还是不行 等了两天 在网上买了这种排线 在刚刚装进去 还没有合这个盖子的时候 它确实是能用的 尖剑的这个灯也是亮的 尖剑也能够正常使用 但是当我合上盖子的时候 它就失效了 这让我非常热狂 然后我就反反复复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次 我就很崩溃啊 我找各种论坛贴吧 都找不到解决方案 还是在小绿书上找到一个专业人士 然后他帮我解决了 最后我们确定下来 试这个摇杆的盖板 这个位置它太厚了 画面左侧这是淘宝的摇杆 画面右侧这是原装的摇杆 它们之间有一个 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差别 就是它的盖板 淘宝的这个 要比原装的这个 要厚那么一点点 就因为这一点点的厚度 导致在手柄的内部 主板 摇杆和排线之间 空间特别特别小 在手柄打开状态下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当手柄合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排线没有办法去正常工作了 于是乎 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 换回原来的摇杆 所以总结一下 如果你和我一样 动手能力还可以 咱就可以花小钱 省大钱 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遇到了很多很多 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那么还不如说 咱找一个淘宝商家 一步到位 那如果你在这个过程中 遇到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私信给我 或者说在评论区互动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点赞评论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